花蓮市阿美族成年里16号圆满闭幕 39位原住民青少年在曙光破晓前 完成长达3公里多的越野赛跑 如愿由青少年转变成为成年人 并且在头目和家人期待之下 扛起为部落争光的责任 市长吴嘉弦特别到场 期盼部落年轻人高调做事 勇于出头展现自新 清晨4点多天都还没亮 华蓮市39名参加原住民阿美族成年里的青少年 已经在部落头目及家人的期待下 头戴江叶买开步伐 朝日出的方向奔往太平洋南兵公园 儿童为阿拉麦阶级的吉宝干部落头目 陈陈勇 则抱着一只白色公鸡并且拿着江叶 在队伍的后面追赶跑在最后的学员 激励对方快跑向前 当太阳逐渐要出海面 39名部落青年 由各部落头目的带领在太阳广场 以战斗舞的团结力量 展现勇士完成使命的熊枝 随后在家人的协助下 穿上阿美族传统服饰片片群 并采高贵枝由副植辈 为他们完成加冠仪式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非常感动 所有部落的头目还有祈老 还有部落的家人们全部都站出来 来迎接我们孩子的一个成年礼 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部落尽心尽力 也把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来体验整个成年礼的过程 我想一个孩子的成长 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也希望孩子在体验的过程里面 能够感受到过去先人的一些智慧 跟一些辛苦 然后真正的变成部落的勇士 为部落付出 当然我们也看到年轻的一代 慢慢的都站起来 也让部落的传承 也能够接续下去 感谢有智慧的长者 把部落的重担交给年轻人来扛起 青年们戴上雨冠拿着象征生命之湖的祭湖 在路口列队 现有巫师为他们出会后才跨过竹节 并用竹语向场中的头目们介绍自己 而市长威嘉贤也发给每位学员考验证书 期许他们升格为勇士 一定要做好接棒的准备 在部落里不但要勇于出头 更要高调做事 让原住民族文化永续发展 代代相传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